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主题是 美国总统大选前美中关系的一个解读 另外日本知名党总裁 这个自尊现在也非常的热闹 呈现百家争鸣的一个状态 我们今天针对这两项议题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来宾 那第一位是徐蓉兴徐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OK那我们先聊一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好了 就是说这个因为选举之前呢 看起来其实两个阵营 共和党也好 或者说民主党也好 川普或者说贺锦丽 他们对这个中国议题或者说曾经他们的副手 也被提起说有些中国经验的一些话题等等 就会被扩大的来加以检视 或者说被不断的一个挑战跟询问等等 那中国当然对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也不像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应该事不关己的样子 或者说怎么样 事实上其实中国也是运用以前五六年以来 他们不断用利用网络的一个讯息 或者说垃圾讯息也好 或者说认知作战也好 不断的企图会去想要干预影响这些西方国家的一个民主大选 民主改选的一个过程 那不只是美国 你看像之前这个加拿大的选举也是 很多国家都有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让我们到拉回到比较务实的一个两边的一个接触 刚好这个月底的时候呢 就八月底的时候 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呢 有访问中国 那见了几个相关领域的一些重要的一个人物 包括这个中央外办的这个主任王毅 还有军委会的副主席张又霞 那另外还有这个外交领域的一些相关人等 那最主要当然还是跟这个习近平的一个会面 那这等于是这个最近等于是八年来 才再度有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中国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苏利文是有陪同 之前这个拜登访问中国是有陪同 但是单独以他为主的一个访问 那是八年来的首度 那这样的一个角色跟会谈呢 当然我们台湾以这个比较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来看 也不用担心所谓的美国跟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私底下的一个密室协商 或什么交易之类的 基本上两国这个两强 世界上的两强这个之间的一个互动 有沟通有往来有对话 总比不相往来还要好 那其实美国的一个概念也是在所谓的设置一个 所谓的互然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两国见面 两国相关的一个重要人士的一个碰头跟对话 能够把自己的立场说清楚 那也把对方的立场来做一个进一步的确认跟理解 那两边能够维持一个互相这个有一个保持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 总是一个好事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那个苏利文虽然这一趟其实也是去到中国 也是跟中国相关人等也是个言而至 把自己关切的一个面向 议题 哪一些领域 就在做一个再一次的一个确认 那当然美国这边会讲到这个台海的一个问题 然后也讲到南海的一个问题等等 以及经济上的一些话题等等 那中国就是会去讲这个 自己的一个台湾问题 或者是这个对自己这个他们民主制度 以及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一个现象等等 也去跟美国做一个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立场上的一个表达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还有一个后路后续 那就是看说 现在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没有竞选连任 但是他看起来这个 他所属的这个民主党阵营 那个可能这个贺锦丽 也有可能在这个总统大选里头胜出机会 看起来也是有 所以这个在这个拜登交棒之前呢 其实树立文也表达了说 能不能有机会在这未来几周 就跟这个拜登 再跟习近平有一些见面啊 或者说电话 谈话啦等等的一个机会 两边的国家元首能够再清楚的做一些 比较友善的一个互动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在这个 总统大选前 即便是好像理论上很接近了 剩不到一百天了 应该是会比较低调沉浅一下 反而是现在我们看起来 也没有因为总统大选了 两边就停止互动的一个步伐 那这样的一个局势 我们来看一下 就请这个钟老师来帮我们进一步的一个解读 那现在树立文这一趟走完之后 那未来可能在APP会议可能性就蛮高的 那习近平跟这个拜登的一个会面 那假设贺锦丽顺利当选 可能还有他所谓的延续性 那如果是川普当选 那可能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目前的这个状况 我们或许来这样子来看 应该来看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定位的一个问题 因为习近平在那个在APEC峰会 就是去年APEC峰会的时候 跟拜登有碰面 那时候有提 他在演讲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就讲到美中关系 最重要就是定位的问题 那他那时候当然就是间接的批评说 美国把中国定位成所谓的竞争的一个对手 那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那彼此应该是是一个伙伴的一个关系 可能会比较 当然他这样子讲 其实相当程度的是掩饰太平 其实或许我们这样来看 这一次苏联文去北京访问 其实他们怎么谈 最主要的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有五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台海跟南海的议题上面来讲 美国跟中国是完全是有各说各话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所谓的这种经贸 贸易不公的游戏规则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当然第三个就是乌克兰的议题 乌克兰议题现在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 现在在今年的这个北约的峰会的时候 其实北约已经把中国正式定位 所谓的这种决定性的这个助推者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就在乌克兰的议题上面来讲 美国跟中国这也是无解的问题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老共 他们讲的所谓的文明发展的一个问题 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现在特别是在共和党 美国的右派来讲的话 他特别又在提出 不只是共和党民主党也是一样 就是你中国跟美国 一个是自由民主 一个是专制集材 这种制度性结构性的问题 也是没有改变 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根据 这前面的几个美中之间的一个信赖的问题 这个是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简单的来讲 美国现在把中国的崛起论 视为是一种威胁 那当然中国他不承认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这五个上面的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在没有办法解决之下 现在美国至少拜登政府 他上了他之后 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做所谓的管控 他希望能够管控这种矛盾 这种所谓的彼此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竞争冲突 那他希望能够透过所谓的这个管控 不要让所谓的中美的这个关系 会譬如说在因为这五个这个矛盾性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导致这种不可控的情形 那管控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高层的对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支希望 方来讲一支希望能够譬如说 这个举行峰会 习近平跟拜登直接的对话 然后高层官员从国务院到国家安全顾问 甚至于到国务部部长 类似像这些透过这种高层的对话 那这又是什么 有谈总比没有谈好 而且另外一个见面三分情 你假如真的是到见面的状况的话 那的确这可能事情这的确会到那种 不可测的这种不可管控 我刚才讲美国希望管控 管控最基本的一个方式就是要对话 那所以现在美国的一个方式 其实他自己也很清楚 跟中国在竞争的这种矛盾 没有办法改变的这种状况之下 只能管控 管控现在就透过高层对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他这个苏联文去 然后接着可能又会再安排拜登见面 可是这些对话管控并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在美中基本上的结构 我刚才提到的整个结构性的一个冲突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这是在民主党 当然有人就会讲 那个川普好像他不是说习近平的好朋友嘛 对不对 然后他说他也讲过很多狂言 他说什么他在的话北京脚敢攻打台湾的话 他会去派飞机去轰炸北京嘛 对不对 那所以是说当然他也讲出很多的狂言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 现在美国在美国的社会之中 对中国其实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同党 他跨党派的一个共识 就是中国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威胁 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就我刚才讲那五个结构性的矛盾 共和党上台之后也是是一样 那他们在处理这时候 川普会比较有问题的就是 他是一个右倾的一个机会主义者 最重要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他是用商人的一个模式 就是make a deal 就是针对case by case 要来跟中国达成一个deal 那所以当然在这时候的话 这种不可测的这种态势的话 会让川普会变成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 那其实不只是在台海 因为川普他整个搭搅记忆犹新的话 川普在以前四年的任内 其实造成美国跟他几乎跟他 所有的盟友几乎关系都翻脸 特别在北约的欧洲国家来讲 那所以在这时候 怎么样川普上台之后 能够再持续的运用 是中国所没有的这种有盟的力量 然后来跟中国交涉 我想这会是他所面临最大的问题 要不然就变成他要变成美国 要去跟中国电枸机 要去make deal 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智的 美国他有中国所没有的这些盟友的这些优势 那他没有来运用 而拜登他我想他最自豪的 也就是他最近也在提的 就是他成功的把美国的盟友全部纠结在一起 然后他是跟中国去打团体战 而不是去跟中国电枸机 我想这个是会最大的一个差别 电枸机台语 就是也是就中文来讲就是单挑了 两个人来单挑 那川普喜欢单挑 选总统也是单挑 那他今天可以跟你很好 明天他也可以翻脸就不认人了 所以你说川普好呢 还是贺锦丽好 其实都跟中国不太好 OK好那我们先 节目进行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这样看中国节目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 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那我们接下来来探讨 刚刚上一个阶段聊到这个美中关系 那接下来看一下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一个选举 其实这个选举的重要性 不管是对台湾 或者是其实对中国来讲也是有一些影响 甚至中国的话题 台湾的话题也在这一次 自民党总裁改选中 就是说有多多少少会被提起 那现在这个状况是这样 就是日本在这个岸田首相 现任岸田首相这个 确定退出之后 那个其实也是有点事出突然的感觉 或许这个洪行兄认为不是突然 那事出突然 所以接下来就变成各路英雄 各路豪杰 那要来逐入中原 因为基本上体制上是这样子 自民党现在在这个国会 是带你多数席次 那等于是你当上这个自民党的总裁之后 那就是很有希望就变成 等同是当选这个新的下一任的一个首相 日本的一个首相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那现在这场选举 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一个选举 会在9月12号来公告 那在27号来公开来做投票 那投票的一个形式是有300多席的 这个议员的席次 那367票 那党员票也有367票 各半 那就是说 第一轮的投票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现在已经表态 就是包括那个小林英姿 那个荷野太郎 这个石破茂等等 那现在民调比较高的 这个环境大臣小权进次郎等等 那还有这个官房长官 那个林芳正 等等一些 还有担任那个大臣的这个高市早苗等等 各派系 就等于是一个党里头的各派系的一些投人 或者说一些比较担任过这个比较重要职务的 一些内阁阁员的一些人选 然后纷纷跳出来说要来 叫做自民党的一个总裁 那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我想请教这个洪新兄是日本专家 那是不是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到底这个自民党总裁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 乃至于可能出现的人选 未来对这个在跟中国或台湾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主张 跟态度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的确日本的政治动向的确会影响到整个东亚甚至于国际 所以这一次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确是受到非常大的瞩目 他这个重要性是因为岸田文雄在八月他突然宣布说他就不选了 事实上现任的首相说不选自民党总裁 就是现任的自民党总裁 他不想选连任 一定是事出必有因 不然的话以他这种所谓的现任的优势 所以连任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他府被受敌 是因为他原来的内阁支持度一直都不高 在日本的政治里面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如果他的内阁支持度降到30%以下的话 那这个首相就要很注意了 如果再降到25%以下的话 可能内阁就要改组 利用小幅度改组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挽回民心 那问题是岸田文雄内阁很有趣是 他2021年刚上任的时候还有60几% 可是每况愈下一直到最近2023年一直到现在 都一直到20% 如果按照以往的我感觉惯例 他早就要倒了 可是撑了将近一年一直到现在没有倒 可是他这个政权一定也撑不下去 因为他一直都维持在20几%的支持度 这实在是太低 所以在日本社会也民调上或日本社会的支持度这么低 那这个自民党内的这个各派系 虽然他已经解散了 但是基本上各派系的原来原来都还在嘛 那各派系的这所属的国会议员都没有要这么看好 或再支持大家的时候 逼着他你必须要自己宣布断念 日文叫断念就是你不要再参选下一届 所以他才会宣布说干脆那我就不要再选了 也就是在最不好的状态下 使了一个叫做华力转生 我给他一个基本的这个评价 但是他这个华力转生之后呢 没有想到刮起一阵旋风 这个旋风是很多自民党内的这个 不管是中生代啊或者是青壮派的 纷纷表态说我也要参选啊 参选新一任的这个自民党总裁 是因为日本是议员内阁制 所以那议员内阁制的基本说法就是说 只要你是在国会议员数是过半数 而且是最大党 过半数最大党的这个情况下 那自民党就是最大党的党魁 他就可以作为首相子民 这个是日本国宪法里面有规定的 所以要成为日本国首相的先决条件 就是一定是过半数最大党的党魁 那从战后以来到现在 基本上我们所想到就是自民党嘛 那一直到现在并不是自民党的施政 有多么的厉害 而是日本的在野党太弱 实力太弱 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取代 虽然偶尔有那么一次 2009年那次民主党 但是好来最后也哩哩哩哩哩 尤其是2011年的三亿大地震以后 日本社会更看清楚说 这在野党根本就不成绩 那与其给在野党再乱搞 虽然不满自民党 但是基本上心理层面上 还是比较信任 因为自民党执政还是比较稳定 这个是对日本社会来讲 但是自民党内 那这一次有这么多人要出来选 那比方说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小群晋次郎 他其实在自民党内五大派拔之外 他是一个小小的派拔 因为他一世的他的老爸 以前小群春一郎 那他有小小的派拔 但是因为他年轻 娶了一个日霸混血的女主播 很漂亮的女主播 那反正他有很好的一个家世背景 那他也有这个当过很多的大臣的经验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在 那另外一个是石破茂 那石破茂也很妙 他这一次再参选就第五次 每一次参选每回事 可是每一次护胜都很高 最高的一次是2012年那一次 跟安倍第二次要上台之前 要先选上自民党总裁 那一次其实安倍差点输掉 是输在哪里 输在党员党友票 就是自民党选举是很有趣 他是才两轮次 如果你第一轮有过半数的话 那就直接就决选了 如果第一轮不能过半数的话 那就要进入到第二轮决选 那第一轮的话是 要看当时候的自民党内的各派 把加起来国会议员 就参众两院加起来 总数有多少人搭配各地方 就是都道府县各地方党员党友票 像这一次367票 那党员党友票就是367票 1比1的对比 那上一次2012年那次 石破帽 他的党员党友票 其实是碾压安倍的 所以安倍很小这个人 讨厌的 当然他有 石破帽有本身自己 这个不好的这个经验 就是如果要用日文来讲的话 就是背叛 用台语来讲背骨 就是他在1993年 跟小哲一郎他们对党 然后退党就搞到自民党丢掉政权 后来他可能觉得在外头又没搞头 他又跑回来自民党 所以这种行为对日本社会 现在还是保留 就是有点这个投机 这个是你好像都一直在观望一样 定性 所以这在自民党内也造成对他 其实为什么大家都说他党内人员不好 不好对非常不好 不管哪一派讨厌他的 甚至几乎没有没有没有喜欢到他的 所以变成石破帽要选自民党总裁 这件事情变成相对困难 是 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高四早苗 那高四早苗他原来上一次2021年选举的时候 他其实是代表安倍 安倍对 他代表安倍 那为什么代表安倍 因为他们已经内部整合好了 要支持岸田 问题是上一次的民调比较高的 好像是那个河野太郎 所以他们为了要稀释第一轮 这就是一个策略游戏 那我姑且把它称之为安倍胜选方程式 就是因为他有在2012年那一次 他第一轮其实是输掉的可是因为后面的操盘者很厉害 利用了这个自民党党章的规定 那他派了我现在不太记得派了那个时候也很有力的个自民党内国会议员 然后呢稀释掉了本来可能支持的那个石破帽 所以变成都不过半的情况下 那要进到第二轮决选就变成第一轮的前两名 不管你的票数差多少只要是前两名就可以 所以利用了这个制度 那上一次的那个岸田文雄他其实就是第二名 那上一次的那个安倍也是 所以利用了这样的制度来背后来操作 这个痕迹就非常的明显 这一次我认为也是一样 所以看得出来虽然安倍不在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超盘者还在 超盘者还在 而且这一次很重要的超盘者就是麻省太郎 我认为是他 也是麻省 因为麻省本来跟安倍就是两个就是西公 想背两个就是好朋友 所以整个自民党内他们的那个掌握度是很好 是因为安倍派有100人 对 自民党内的国会员住有100人 那那个麻省派是54人 你看第一大派跟第二大派就差了一半的人 对可是两个加起来就150 那总共才300多票就将近一半了 就接近一半了 其他第三派包含这个茂木派 或者是岸田派还有二阶派 他们大概多为止四五十人 那二阶派大概是三十几人 现在本来四十几人 那我们知道二阶派是属于比较亲中 大概是可以这样子认定 那那个河野这一次也要出来选 可是有趣的是河野太郎他是属于麻省派 那麻省是老大 所以老大现在只好用开放的方式 但是麻省派里面有另外一个要角 非常非常不支持河野就是甘利民 甘利民 那甘利民他其实跟安倍是相同的 所以上一次他们以前有一个叫3A 就是阿伯阿首跟阿玛丽就是甘利民 那他们三个其实是变成非常重要的 这个掌握整个殖民党核心的主流派 那这一次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石河 就是小泉金智朗 然后石破茂还有一个河野 他们上一次是组成小石河 就是所谓的非主流派 那这一次我觉得媒体也很有趣 那小泉金智朗一直都高居第一名民调 那石破茂有时候第一名有时候第二名 可是第三名都是高居早苗 你注意看都是高居早苗 显然不知道是不是故意 要让他们小石河联盟要破局 就变成说媒体如果支持小泉金智朗 那石破怎么办 石破茂还特地跑到台湾来宣布说我要参选 所以这个这一次的日本自民党选举 是非常有趣但是又诡诀多变 那最后到底结果会如何 我们应该要拭目以待 听那个洪新老师分析非常有趣 那这个真的是诡诀多变 不到最后一刻可能还不是这么说的准 ok好非常高兴两位的一个分享 那今天这个这样看中国节目 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谢谢